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3月7日到星期日跑馬 今天講第二場早餐賽事給大家聽 第二場賽事一樣很少馬 可能對於星期日跑馬 大家跑馬的時間有些幫助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在我未講第二場之前 可以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 星期日賽事有泥地有草地 但應該不會壓地 因為有場直路賽 看到第二場是一個千八米賽事 我們看看 其實有些馬上次真的贏得輕鬆 按回統計資料看蓋耀往跡 加州十大你看他就好像僅僅贏四分三馬 贏電路王者、沙王者 好像電路三號 好像不太厲害 全部後上馬 賺一塊步速 但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這場有些比較強的馬 例如那些沒有脫皮的堂囊行運 差不多沒有脫皮 當然也有一些千六專家保羅成全 你說放太快這些擺前走馬 斷了 這樣也明白 所以堂囊行運這麼強 都會落敗 很合理 但是少爺仔 他是中治後上馬 這些馬已經是三年節 你也可以賴他 氣量不到 就是千六米追不到 但是無疑 這組水準很明顯是高 贏到這三年節的馬 人家都少爺仔是賺捕捉的 理論上他也不應該輸這麼遠 就算千六氣量不到也好 所以這些馬根本是比較強 而今次繼續跑二班 他還可以揹小三磅 其實是好便宜的 當然跑千八 你說這麼長也不行 另外一選就選了快益線 快益線就真的千八可以了 前一場就是潘明輝贏 兩次都是潘明輝 其實慣騎叔 知道這隻馬怎麼跑 七歲怕他太老 其實有時候老馬 氣量才養成 你看他千六、二千 二千是太長 經常追不及 即是會沒有氣 末段會立 所以就只有近 你看他第三比第二 多不多 你就知道 其實二千是略長 但是千六都可以 可以壓縮到 跑到第一、第二名 但是有時候 他就追得不夠快 即是要有些步速幫他才行 那千八就剛剛好 人家放就放不到 追又不夠你快 可以令到他多一點 在三甲位置 所以這個路程對快益善來說 是最好的 反而加州十大 你看看 千龍不是對他來說最好的 千八才是路程專家 而你看回蓋耀網職 其實看同程 你就知道 加州十大 跑這麼多次 即是五次 只有一次 就是上一次 即是十一月那時候 輸了 但是輸為什麼 其實他就有說 加州十大 上面看到 看建制的蔡右萍 他有說 幫大家選擇那段 蔡右報告出來 所以大家不用一個 很長的蔡右報告 找回加州十大 每一次的蔡右報告 建制都會告訴你 你會見到 騎師就說 田泰安 歸咎於座騎 早段和中段過於搶口 所以驗下去當然沒有 那就是說什麼 其實也反映了給大家聽 這些馬 如果沿途騎得不好 搶口就會浪費了體力 而令到這隻馬 跑不得好 所以 為什麼你看到 最後 現在又贏得這麼輕鬆 因為有快步速 讓他追上來 他走得順 便不會搶口 1600米的馬 又快一點 對他來說 加州十大 1600米 即是要有快步速便行 但是1800米 就要留得漂亮才行 不要小看他 田泰安幫他贏的時候 那時候走三疊沿途 都可以贏到 三碎式贏精準快車 1600米 上到1800米不夠他跑 不過 加州十大 本身可以三班重磅 還贏得這麼輕鬆 走三疊 因為十二檔沒有辦法 我們有時候不可以怪騎師 田泰安都不想 他搶的 便贏了 但問題是他走三疊 都贏了 屬於厲害的賽職 慢步速不是那麼容易追上來 雖然精準快車都是追的 但是你上到二班 結果你都發現 在快步速度還夠跑 高東利那些馬 通常好開 沒有那麼快到頂 可不可以連接 那就要看看他的體力 保留到多少 上次賺了快步速 幸好這次馬又夠少 又不會追不及 即是你上次跑第十 接著今次你不會沿途跑第十 因為只有六隻馬 你沿途最多包尾都是跑第六 那麼第六名呢 在追前領馬那三四個馬位之間 我當你一次排開 有些可能走兩疊 你可能排第四位 即是落後頭領馬四個馬位 你都會追得遲 如果你排到十個馬位之外 你會追不遲 那麼加州十大呢 現在揹輕磅呢 其實更好過其他放頭的對手 那麼其實快益線呢 那個情況都一樣了 撒那間呢 在二千米縮程已經可以加快 那麼一段時間 還可以呢 揹少九磅呢 難怪我擺他做次選 好了 那麼先去廣告 我們回來再講一下 藍色那些邊線馬 還有我沒有選擇那些馬 今次馬小 不用說那麼多了 好了 接著就講老路省 老路省這隻馬呢 其實上一次就贏安彩 快益線 你說那你先選快益線 那大哥 大家也要想一下 究竟的步速如何 這隻贏了馬呢 又要加綁 而且呢 蔡明紹換了楊明倫 多了一點都會削弱這隻馬的能力 並非說呢 即是老路省沒有進步 他可以再進步再贏都不奇怪 但是呢 2000路程呢 即是會有和1800有不同 那這次是長直路呢 是不是真的利來難這麼好呢 不過這隻馬1800本身準的 所以如果你想買單T 第三選你就選擇到路省 我是不喜歡騎士的 但是無論在檔位上 路程上 或者在成熟度上 他應該是評分未到頂的 三甲是會容易有 不過呢 就屬於難贏的 如果在買win的角度 我就寧願要二三好一點 至於另外一匹 有機會跑得近的 就是這匹安塞 上次都還在贏快益線 不過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個三甲的排列 你會發現 路路省和安塞 就受惠慢了四秒的步速 就令到前置馬很容易在前面回來 所以後上的快益線 帕林探哥那些 應該要看高一點的 快益線所以我放在這裡 至於後面帕林探哥 為什麼不看好呢 現在看看 安塞這些馬 就賺快步速車 有些馬賺得很厲害 都追不近 其實就是什麼 還要給他一當 那個已經是潘頓 就是所有 集美好條件於一身 但是沒有堵死 如果堵死輸過幾 馬偉 你有藉口 你當潘頓散騎也好 他不應該 輸到跑不了 雖然你說那天黏地 走內蘭可能沒那麼好 我同意的 但是潘頓這麼聰明的騎師 他當然會騎 而他不騎 令到這件事 揹小九磅 做不到磅 因為是否帶個面困 就可以在一個比較慢的步速 變成正常步速 你可以贏 這件事我很有保留 因為有時賺的形勢跑長途 畢竟是很便宜的 那你縮回到千八 就沒有萬步速 而且就算萬步速 別人落後你的 都會追得切 你本身不是那些 很有快末段的馬 就會相對怎樣 比較危險 你看統計資料 其實他都不只是很厲害 剛才比起快益線 加了十大 整天在灌打軍的路路繩等等 他都是屬於緊緊上兩個 批的馬 所以 為什麼我放到最後 不是沒有原因 就是這樣計算賽職 他當然應該和快益線差不多 但是其實 如果你說他選了Win 我寧願選一個 就是會Win 或者贏過 至於勇猛神區 你不要介意他上次輸十個馬位 你看看上次對著那些 是長途和一里的馬王都在 你都知道沒有希望 難道你打算贏張王 不會說 所以 跑下去輸這麼遠 你就當他黏地不會跑 還有二千對他們來說 有些 問 因為千八那場都搏得厲害 輸了頸 輸了短頭 超級分團 那場三級賽是甚麼輕磅 這次周俊樂 因為他一號牌 就變成了甚麼重磅 以級數來計 他是同場的一級賽 即是吸制賽對手 亦都可以上到名 照計排彎千八 是很好處的 不過騎的那個是周俊樂 我就覺得 為何不給波鍵士騎 審習成 其實可以給波鍵士騎 都沒有選到這隻 照計他對這匹馬信心 就不是很大 因為通常波鍵士 走下去騎 拍不探歌 上次潘頓的戲騎 做不到榜 這次 看看拍不探歌 是否更好 我就不太相信 除非你認為這場晚步速 反過來 要一錄 我沒有選不代表他不會包Q 因為你要看這個步速 我猜正常步速 就一定是追馬好處 因為他距離頭馬 距離少一點 放頭馬也是這麼多 沒斷 後上馬變相對容易追得近 以及失死的可能性低一點 所以在這場次裏 其實選擇這些後上馬 會略有少少微利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世榮香港人賽馬台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別走開 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右邊 四星龍珠訂閱 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見 拜拜